大家好,我是谢涛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铜关地处关中平原的最东端 黄河从北向南一路奔谢 到了这里突然折向东 形成一个直角 铜关就在这个直角的点上 此刻铜关正在十路关中联军的手里 曹操亲率大军驻扎在铜关以东 滔滔黄河又将见证 曹操的一场血战 古人形容铜关之险 是说关门饿九州 飞鸟不能鱼 意思是说铜关之险 鸟都飞不过去 这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想要正面突破马超防线 难上加难 所以曹操想了个主意 北渡黄河绕开铜关 然后与马超决战 曹操首先派出徐黄 在蒲板京渡过黄河 在黄河西岸打下一颗钉子 然后趁马超军不注意 主力部队迅速行军到铜关的北部 准备也从这里渡过黄河 与徐黄军会师 马超也是个聪明人 眼瞅着铜关外面 曹军攻势慢慢削弱下去了 人也越来越少了 曹操军的主力似乎不见踪影了 他一下就想到了 曹操必将从北部的蒲板京渡河 战国名将吴起 他所写的兵书《吴子》当中有一句 军半渡可击 说敌人在渡河的时候 渡到一半是最佳的攻击时机 马超也是知道这一条的 于是在徐黄他们还没开始渡河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了一个军事会议了 把大家伙叫在一起 建议说 我们应该到卫北一带 去和曹操对峙干 不能让他们渡河进入卫南 只要在那儿 我们顶住他二十天 徐黄部队的口粮就会彻底吃光 到那时候 他们再不走 就只有两条路 一是饿死 二是被我们干死了 这一招确实是有够阴毒的 以至于后来曹操得知马超曾经有这个建议以后 也不由的由衷发出感叹 哎呦天呐 马儿不死 这里曹操不是说儿话音 他说的是马超这小子 所以叫他马儿 就像他称呼孙权为碧眼儿 是一个道理 是鄙视之意 但是在这句话当中 他表达的却是一番敬意 马超不死 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对于曹操来说 他的运气就是 这马儿能慢些走了 开着会的时候 韩岁也觉得 马超这侄儿说的没错 原则上表示同意 但是 这家伙呢 虽然是资深的造反人士 但脑子和他的造反事业是一样的 到现在还是没点长进 不从双方力量对比 做一个全面的评估 老是以为自己现在是占据优势的 所以 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 他自作聪明的 对马超的方案做了一点修改 哎呀 不急 不急啊 我们先放下不管 由他们渡河而来 依照兵法 半渡而击之 待他们渡到一半时 我们再突然发动进攻 到其实他们进不能进 退 不能退 只能跳下黄河水 和乌龟王把嘴对嘴了 韩岁这番话 按照兵法来说 原则上是没错的 但是 亏就亏在 死般硬套 战场顺息万变 你的脑子转得不够快 就会吃不了兜着走啊 难看的是 其他人和韩岁的思想水平 处于同一档次 都觉得韩老大的话太对了 就让他们过来送死嘛 咱们呢 就别费那个功夫了 等着他们过来就行了 于是 马超的计划就被否定了 一个可以把曹操打得 大败而逃的机会 就这么白白浪费了 韩岁期待的场景 没能出现 就因为他们动作太慢 布防太磨叽了 徐皇朱灵他们 已经连夜渡过黄河了 一看到徐皇他们 在河西站稳脚跟 曹操立刻放弃了 对同关的牵制 趁着马超军不注意 转头迅速让主力 行军到同关北部 准备在这里 大规模渡河 马超知道以后 立刻有所反应了 一面派遣梁星 率领五千大军 绕到蒲板京对岸 争取在曹军全军渡河之前 给他来个半渡而鸡 另外一面 自己亲率大军 冲出同关 在黄河的东岸 追赶曹操的主力 争取和梁星 两面夹击曹操 将曹操赶在黄河里淹死 喂立鱼 这就是最佳的战术目标了 所谓时间就是生命 时间就是胜利 这一条在战场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梁星率领的仙头狙击部队赶到的时候 他们很惊讶地发现 徐黄他们已经全部渡河完毕 已经在黄河西岸边安营扎寨了 这一下梁星都看出来了 糟了糟了 来晚了 如果徐黄还在渡河 那是有的一拼的 现在他们已经全员过来扎根河西了 这基本就没辙了 既然是这样 也无话可说了 行了 直接开练 打吧 看看能不能练得过徐黄 把他赶下黄河 要说梁星的人数是占优势的 他带了五千人 徐黄那边才四千人 而且徐黄那边连夜渡河 又在安营扎寨 体力消耗非常大 打起来 自己的胜算应该蛮大的 可偏偏梁星就是一个悲催的倒霉蛋 占据优势的情况下 居然打不过徐黄 两军混战不久 梁星就被徐黄打得大败而走 马超半渡而击 在黄河边合围曹操主力的计划 就此破灭了 公元211年润八月 已经尝到甜头的曹操 赶到了黄河岸边 并在蒲板经下令 主力全部渡河 全军绕到马超的背后 寻找战机 只是曹操大意了 他没想到 马超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曹军这边战机还没找到呢 马超那边已经抓住机会了 马超的主力 无论是处境还是素质 比梁星军的要好得多 绕到黄河东岸以后 一路狂奔 撵着曹操的主力后面就追 等赶到蒲板经的时候 发现曹操主力几万人 差不多已经全部渡河了 按说马超这边算是没戏了 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 曹操大意了 他让大队人马先过 自己只是留下了几百个虎奔 卫士断后 在岸边指挥若定 曹操可能忘记了 这么多的部队渡河 你能瞒得住谁啊 马超当然很快就能找到自己啊 危险已经在这一刻 悄然而至了 马超那边也明白 你能渡河袭击我 我就不能在背后踢你的屁股啊 所以当曹操大队人马刚渡过河去的时候 马超已经率领万鱼骑兵 赶来拜访了 马超的骑兵像风一样 卷着风尘就来到了岸边 叹沙之盛 震动原野 渐如飞黄 秘不透风啊 而这个时候的曹操 却是稳如泰山 不愧是酒精考验的军事家呀 他依然按着宝剑 很有风度的 端坐在椅子上督军 动也不动 似乎身后蜂拥而至的敌军 与自己没半毛钱关系 这一下 把曹操的卫士们都快给急哭了 哎哟妈呀 都火烧眉毛了 你还白哭啊 主公 保命要紧啊 哎曹操你要保持领导的光辉形象 可你手下那部署们却不管这一些 徐楚 张和 一溜烟地跑过来 驾起曹操就往前跑 一直把他驾到了船上 来到了船上 曹操还在作秀呢 依然是稳稳地坐着 一动不动 那也是啊 现在坐着和站着就没区别呢 那还不如干脆坐着舒服呢 曹操这么表现是有他的道理的 虽说此人是个诗人政治家 但更是一个诗人军事家 打过的硬仗比他写过的好诗还多呀 他是很清楚的 在这个时候 他要是表现出任何一点慌张来 手下的士兵立刻就乱了阵脚 所有人的命就到今天为止了 所以其他人可以动 可以乱动 但自己只能闻死不动 后面追赶的马超他们 早就远远地望见前面正是曹操 哇哈哈 今天好不容易碰到一条大鱼了 怎么可能轻易让他溜掉吗 马超一声令下 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手下的士族们 各个都开始疯狂了 在后面紧追不舍 砍杀不止啊 万箭齐发 嗖嗖嗖嗖地就向曹操的船飞过来了 虽说曹操身边都是精英当中的精英 各个都是虎奔卫士 但是再厉害 你能架得住这么热情的追兵吗 看着乌云蔽日一般飞过来的箭语 这些虎奔卫士也撑了纸老虎了 逃吧逃吧 老板都已经当了草跑跑了 我们干嘛还傻傻地留下来当炮灰啊 还是保命要紧呢 此时此刻岸边全是马超的人 唯有上船才能保命啊 可这时候船只有一条 就在岸边 而且这条船也是为领导准备的 让领导先走嘛 但是强烈的求生欲望的支配下 这些虎奔卫士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争先恐后地向渡船涌过去 想搭上最后一班客船 船很小 想上船的人却很多 力气大的拼命往上挤 力气小的只能紧紧地抓住船帮不放 船早就超载了 眼瞅着就要翻了 但是岸边的人依然不断地涌来 拼命向上骑 看着身边这一张一张 曾经非常熟悉的面孔 现在一个一个扭曲得不成人样 哪里是什么精英卫士 分明是一群小鬼啊 曹操的内心汹涌澎湃 一方面希望这些贴身的卫士能够得救 另一方面又知道 如果救了他们 可能大家都得一起死 但脸上他依然是温如泰山 闻死不动 在他的身边 黄河水大声嘶吼 身边的人们鬼哭狼嚎 一条小船坐摇又晃 随时有可能被吞噬在鼎沸的人声和黄河水中 此情此景 宛如人间地狱 唯独只有曹操一人 像佛一样 动也不动 看见此情此景 老板的贴身卫士 必须出来做事了 党大妖元的徐楚 这一下发飙了 蹭的一下拔出刀来 大吼一声 放手 都给我放手 若不放手 莫怪我老徐手下不留情 说吧 发狂似的挥起短刀 直接向船弦上面砍去 船帮之上 无数只手指正在死死地扣着 为自己生命做最后一次挣扎 很多的手指已经被水泡烂了 勒得苍白苍白的 徐楚刀下 这些苍白的手指顿时鲜血直冒 在一片血光当中纷纷掉落 然后被浑浊的黄河水 卷得无影无踪 这个惨烈的场景 那些渡过黄河的曹军主力 人人看得一清二楚 心中正如火炉倒悬啊 那些被砍掉手指 甚至被砍掉脑袋的卫士 有很多他们都是认识的 都是曾经和自己 同生入死的兄弟啊 和现在 却眼瞅着一个一个 掉入黄河水 或是被马超军 毫不留情地砍翻 可是 他们的死 却换不来主帅的安全 曹操坐在那条船上 分分钟有可能被翻下黄河 或是被马超一箭射中 这份扭曲 这份焦急 让每个人 眼睛都瞪出来了 一旦主帅有失 这仗 还怎么打呀 但苦于中间隔着一条黄河 这边的人 也是束手无策呀 有心急的 已经拉过几条船 空着船向回滑 希望能及时赶到 帮上一点忙 但黄河水如此宽阔 一时半活怎么赶得到啊 这些人只能在岸边和船上 一边划一边吼 让主公先走 若有攀船者 格杀勿论 但是 吼得再想 又有什么用呢 波浪滔天的黄河 把他们的嘶吼声掩盖得气弱油丝 听都听不见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岸 曹操的身边的卫士越来越少 马超的骑兵越逼越近了 一是萧雄曹操 就因为一个大义 眼瞅着 就要在黄河边报销了 他要一死 莫说是关中大战 连全国的局势 都要为之一变 那么 曹操到底能否逃过一劫呢 下一次 为您接着说